要干嘛 要干嘛 不能说 不能说 朋友们 弟弟不顾哥哥临终嘱托 霸占遗产 或使这个侄子辍学打工 这种事您听说过吗 具体什么情况 让我身边的一位李同学 跟大家来说一说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应病去世了 我父亲去年也应病去世 他临走的时候 把我托付给我的二叔 临走的时候还留下30万左右的遗产 但是现在我二叔 不光把这笔遗产给侵吞了 还打算让我出去去打工 不是您听听 这二叔这还是人吗 这还是 没事啊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 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好吧 现在带你过去 好嘞走 好 敲门吧 怎么是你呢 出来的这考上怎么样了 不是让你去打工的吗 你跑了干啥 要钱 要什么钱呢 你拐什么 拐什么 你谁啊 拐什么 你别管我是谁 你走开 别在我 别过动手动脚的 别过动手动脚的 人才多大 人才多大 这是你值得 这是你值得不是 这是你值得 这是你值得咋了呀 是你值得人才多大 让人出去打工 没事把他搞窩 别在我动手了 我警告你了 你还点我是吧 我点你怎么了 我点你怎么了 来没事 你还点我 没事啊 不是啊你去给钱你 你先都会来干啥了 要钱了 要什么钱你们不知道吗 要什么钱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要干啥了 人家人家父亲给人留的钱 怎么到你们那了 没有没有 我没有这样的钱 留下你们钱 没事啊 咱就在门口说啊 你不用打人给我推 不嫌丢人 咱就在门口说啊 让人接 让街坊四连人都听听啊 让街坊四连人都听听 你们干的什么事啊 没关系 不不不见 咱们就在门口说 不嫌丢人 咱就在门口说 你也不不 照我知道 照我知道丢不人了 是 来 你谁啊你啊 你刚才在我们家 干啥不顾 别给我喊 别给我喊啊 来我告诉你我是谁啊 你说你说你说 你听不听 不要吃 你听不听 不要吃 轻松把你给我闭上 不要吃 我姓冯啊 我上你的律所的 你说咋呀 今天 我都怀人了 你带个律师过来 我都叛你了 带律师怎么 别给我动手动脚了 不要吃 别给我动手动脚 我指的怎么了 不要吃 我指怎么了 你在我们家指啥指 我指的怎么了 我告诉你 对你们 你干啥 不要吃 别给我动的 别动你指的 有话要跟我说话 说 说 你干啥 你妈来回家干啥呢 干啥呢 把你声音给我小点 真是 你给我扎着呼 什么啊 扶导人家 你对你指的好吗 你好吗 你还在这言辞有理了 我咋的那不好了 我管他 人家人家有多瘦 你看看人家吃了穿的 你看看你那件一套衣服 一年多都没换了 挺好的吗 他咋吃的穿的咋的 咋的 对啊 挺好的 这种话能说得出口吗 白眼狼的 你要干嘛 白眼狼的 你想干嘛 别碰了 你干啥的你 我怕他走了 你也要给我动手动脚 干嘛 你想干啥的你 我来干嘛 你们俩心里不清楚吗 咋了 不清楚 不清楚 我现在告你 我今天带人来 找你要钱呢 要啥钱啊 要啥钱 要付钱给了遗嘱 那遗产三川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没有 没有见过 全部男人在这 行 没干过一分钱 没关系啊 来 给你们看看 啥呀 看啥 说吧 看 哎 这白眼的 这是我调查的 调查的这个 啊 当时 他爸爸立的遗嘱 遗嘱要明明 明明白白的交代了 啊 要 要把这个钱 留作给人家抚养 抚养你值得钱 假的 假的 回报了 我告诉你啊 我身为律师 啊 我所 我所拿的所有证据 都是有法可依的 你调查我 我去告你 你调查我 我调查你 我需要调查你吗 这是人家爸爸 留的遗嘱 你别在给我动了 你给我往后站 你给我往后站 别在给我动了 别干啥 动手动脚的了 你这个白眼狼的 你 你给我往后站 别磕的 你 你喊什么 你喊什么 你喊啥了吧 你俩我们要 这钱 这钱不是 这钱是不是 我们家我还不能喊 这钱是不是 别 让我蹦 没借一文钱 不是 没借一文钱 不是 你说让你的孩子 白养你了 你还要钱 你养什么 你养什么 我去干什么 你打 要去上学 把钱给我当时走啊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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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打工年龄吗 人家 就是上学的年龄 不要人家上学了 让人家臭学打工 不要 下学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还没钱呢 我凭什么你还能上学 人不能上学啊 他和我孩子能逼吗 二二 二二那个 有爹有麻烈 他又上科病了 你说这话 你才是人吗 我咋不成功了 我咋不成功了 人家把孩子托付给你们 是不是你身为长辈 应该好好照顾人家孩子 我记得不好吗 我记得他吃没有了 管吃管吃 吃得好吗 吃得好吗 穿得好吗 穿得好吗 我老师咋了 吃得好吗 穿得好吗 人家我跟你说 来我问你 来我问你 你别跟我喊了 我听着 没事 我指的怎么了 别指 我问你 你大哥临走之后 跟你说什么了 说什么了 嘱咐你什么 说什么管你啥事 管你什么事 你嘱咐你什么了 说什么管你啥事 你要 你我 你我 你给我说了 帮你给我心动 帮你给我撒养 你给我撒 你 我排养 你给我 咬干嘛 咬干嘛 不能吃了 放开了 会不会好吃了 会不会 会会会 会会会 你还给我动手动脚上了 你身为长辈 你大哥临终前的嘱托你不管 你对你侄子动手动脚的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动手上了 管喝这个白眼狼 你也找个律师过来 找律师怎么了 我告诉你 对你们这种人 就等于法律的武器来 来制裁你们 是不是呢 找律师怎么了 啊 来你给我过来 你不让喊吗 找了 让我喊了吗 来 我问你们俩 你别给我扯那么多没用的啊 来 我问你们俩 今天这个钱能不能给过来 没有钱 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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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怎么还呢 给我耍过来 是不是 没钱 没有钱 没事 没事 来我跟你说啊 没钱的话 不用给我嘴硬啊 下周我直接带 我直接带同学 直接去反应起诉你们 刚才把证据也已经给你们看了 孩子 我告诉你 他给我闭上 他听就行了 他给我闭上听就行了 我找律师告诉你这个孩子 白羊 证据看了没 证据看了没 给你们看了没 只要我们开庭啊 我干你 不用给我说这个啊 我告诉你们 只要我们开庭啊 你们败诉那是早晚的事儿 只要这边法案判权下来 我们直接申请强执行 到时候直接冻结你们名下 所有账户财产 包括这个房子 这个孩子 30万 够你怎么啊 不该够你们啊 按说我告诉你们 不用给我嘴硬啊 只要这边法院查到你们名下 照顾有钱啊 不给的话啊 那叫拒织罪 需要坐牢的 三年以上 七天以下有企图行 明白吗 有这么严重吗 废话 自己就网上查的 随便找律师咨询一下 我身为一个律师 我能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只要你们俩 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就行了 按说我还告诉你啊 只要这边你欠钱 你就会成为一个老赖啊 你不是有孩子吗 不是很喜欢自己孩子吗 不是偏心吗 来我告诉你 以后你的孩子 从军从政考工考研 都会受到影响 受啥影响啊 受啥影响 考不过了 不让考 失去资格 明白吗 你不是父母吗 你不是偏向自己孩子吗 都为自己孩子考虑考虑吧 我带到最后一边 这个钱能给不能 能给不能 行 走 来走 咱直接吹起 走 你不让开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等什么 等一会儿 彼不给吗 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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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 我跟他说一下 你啥等一会儿啊 先别动啊 快点啊 商量好没有 我帮我积极半天了 不给我们就走了 等一下 商量一下 好 没错啊 你慢慢商量啊 走 咱们走 咱们走 没有 没有 好好 好了 能给 不给 给 dug 我有 不想见到你们 不知道 Explнем 一个孩子 谁不想见到谁啊 你 surprise 过天 上 上 10 clips 我告诉你们 只有钱不是我们求着你们要啊 是你们求着给我的 给我们的明白吗 只有钱我问你 捡不捡捡捡不捡 没事 你不用捡啊 留着吧 我们不要 你们自己拿着用吧啊 我们直接去盘 干净滚 你等一下等一下 有了有钱多不够啊 那没有啊 要不信去看看 要那没有啊 等一下我查一下 他给我闭上 啊行 用吧 给他吧 好好 赶紧滚吧 然后 别快就要关心了 以后别来在那 你们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就你们这种亲人 不要也罢 好自为之吧你们 赶紧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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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八百块毕 朋友们 今天的案件啊 总算是圆满结束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当你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犯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你自己 如果你也有经济纠纷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的话 欢迎来找我聊一聊